哪一个才是真正的我 我自己也不 众所周知 圆哥的本体 按的傀儡都是很脆的 即使是在前期理性的一个32A1 也是可以顺秒圆哥傀儡的 看这波大招马上好了 一技能过去先A一下 那么只需要一个32A 他傀儡就死了 人怎么也死了 又得到了一个英雄碎片 马上就可以兑换圆哥了 到了后期 那只需要一个32 他的傀儡就可以秒掉 蓄力滚 洗涕60块钱 又放傀儡 草里蓄力滚 没有傀儡的圆哥 就像拔了牙的老虎 见到他我就一个字 还有一件事 就是如果我们不能提前蓄力 秒傀儡的话 就去找他的本体 像这波 等他过来再开大招 OK被躲了 先往后了 看他追不追 项羽来了 不能卖队友 回去就 好啊 荤素搭配 给大家教学一波兑现木兰 大部分木兰都会生二技能 丢后排兵抢线 我们就上去给压力 只要他感觉到压力 往后退了 那他就上当了 因为此时 他的后排兵 已经非常残了 不过去轻 就会被消耗殆尽 过去轻 那这个血量 应该是也是要寄了 那这个时候 他该怎么办呢 果然是选择抢线 用这个方式打木兰 要么他上当 被你拿一血 要么他这个线就不要了 亏两个线 非常的好用啊 继续收集英雄碎片 现在502 伤害不够 先打一趟 好吧 你自己闯进来的打几 这边我跟马超过着招的 又闯进来 虽然理性伤害不是很够 但打碎平还是没有问题的 剩一个马超 二技能高额回复吸血 这马超也是个大厨啊 还撞墙 或者线上 好久都没有展示我的领域了呀 说实话兄弟们 这个弱化 前期的作用还是挺强的 给对面一种能上走错觉 先给进手了 一塔马上就要掉了 这样子要来 一技能规避伤害 先说顺便 走一多大招 走不掉了 蓄力 三二一秒了 手里没有大招 但有弱化 进场 开支弱化就是 这是我的领域 二一收一个 一一收一个 三一没收掉 一收掉 一一二一 OK 游戏光环到切了 顶住我蹲伤 很多时候 我们的领域 不止可以用来自保 也能用来保队友 因为这个弱化 老头这要多空档 我真的笑了 没说完的啊 刚才说到弱化保队友 就比如这个火舞 要进场 我直接弱化一开 好 那么好啊 老火 当然这个火舞 它明显不会玩 都跟我就不是一个水平的选手 这种火舞 连个射手都切不了 你还指望它切啥 它还是个啥 我们不跟火舞一般见识 先摸个塔 画个圈圈 我瞧 大招免控 你还吸呢 死 满血招军是吧 我有领域 你也死 这就是领域的力量 是吧 我就这么说 有领域 我谁都不怕 大家玩光信 都头疼了吕布 有领域 我也不怕它 更何况 干将还来帮我了 吕布在我看来 就是插标卖手 等它落地大招 被躲了 干将 没事 看来要寄出的领域了 没有干将 我照打不误 这个吕布 那老吕布 好像开了 怎么比我 还硬呢 被三个人包夹 来 领域展开 先把顿挂掉 直接上 带了勇气光环 就不要想跑的事情 战斗到最后一刻 给C位切了不亏 杀两个赚一个 什么 你们说 这波没杀两个 公主